这个叫FV future value 就是未来的价值 我们就打一个 FV OK他就跳进来了 那再来按确定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有一些 这一个 这边有五个参数 不过呢 不是每一个参数都需要 有些可以省略的 那我们只要一个罗伯一个坑反正这里 其实只要 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另外两个参数 像这个PMT 分期付款这个部分不需要 因为我没有分析付款 还有像 PV限值 这个地方PV是限值也不需要 这两个 参数可以不需要 那你就可以很很简单的吗 因为我们也只有三个东西给他 第1个是Rent 什么呢 利率嘛对不对 利率在哪里在这里 对 然后再来是 这个 Amper 这个是指的是 每年付款的总期数 那期数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上面这一个 几期 几年的意思 然后几年 一年两年三年的 意思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最后还有一个是 总期数 PMT 再来是 跟这一下 PV PV是限值 Type才是 才是 省略 这个Type为付款 这个代表付款 合时到期 这个部分也可以省略 0或省略 表示 为 这个 期末给 给付 就是最后到期才给付 所以我们是 期末最后 你如果是定存的话呢 最后再给付 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Type也不需要 那 PV的部分 就是限值 限值的话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是跟银行贷款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你就选择 存 这个 存款金额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主要是根据贷款的金额 都能拒负款的金额